皇帝的新装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皇帝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穿美丽的衣服 一天之中 每个小时他都要换一套衣服 每当人们问起 嗯?我们的陛下呢? 就会有人回答道 陛下在更衣室里 有一天 城里来了两个骗子 他们自称是纺织师 说他们纺织的衣料 无与伦比 不仅漂亮 而且用这种衣料做成的衣服 有一个奇妙之处 就是最不称职的官员 或者是最蠢的人 是看不见他的 皇帝知道后非常高兴 他给了这两个骗子 好多好多的钱 鼓励他们尽快把这种衣料 织出来 两个骗子也真的架起了两台织布机 装模作样的织布起来 可是织机上空空的 连根线丝都没有 他们不停的要丝线 要金子 然后把这些东西 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尽管两架织布机上面 空空如也 他们却是手脚不停的开着 一直到深夜 皇帝急切的想知道 衣料的进展情况 可又担心自己 如果看不见衣料会出丑 于是他决定派一位大臣 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要派最信任的大臣 去纺织师那里看一看 他一定能够看出 衣料的优劣来 因为他最有智慧 也最称职了 于是那位显赫的大臣 来到两个骗子织布的大厅里 两个骗子殷勤地 请着这位大臣 走进织布机 用手指着两台空织布机 问他是不是 觉得衣料上的花式 和颜色都很漂亮 很美丽呢 然而那可怜的老臣 什么也没有看见 哎呦老天哪 是我蠢吗 是我不称职吗 我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这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不能说我看不见衣料 骗子说道 大臣先生 您还没有说您的意见呢 这位大臣煞有介事的 戴上老花镜 说道 嗯好看极了 真的是再漂亮不过了 多么漂亮的花式 多么漂亮的颜色 我要去禀告皇上 这衣料真令我高兴 哈哈 这样一来 骗子们更加肆无忌惮了 他们索要了更多的丝线和金子 皇帝很快又派了另一位 显和的大臣去看布 织得如何 是否很快就可以织完了 这位大臣去后的情形 和前面的那位大臣一样 他看了又看 但是除了那空空的织布机以外 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 瞧啊 你说这衣料是不是很漂亮 两个骗子问 并向这位大臣指指点点 解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漂亮花式 这位大臣也是没有看出来 但是他也不敢说实话 因为他怕别人知道他蠢 于是他夸奖的说他 并没有看见衣料来 满城的人都在谈论着华丽的衣料 现在衣料还在织机上 皇帝要亲自来看了 他的背后跟随着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人 其中有那两位以前来看过的显赫的大臣 瞧 这是不是非常华丽 那两位显赫的大臣生怕自己的愚蠢 或不称职暴露于众 便故作内行的同声赞叹 并只探那空空的织布机 对皇上说 陛下请看 这是何等美丽的花式 何等美丽的颜色呀 皇帝大为惊讶 他在心想 这简直太可怕了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呢 难道我是最愚蠢的皇上吗 皇上只能说 嗯 非常漂亮 真是不错的预料 我太喜欢了 他望着那空空的织布机 满意的点着头 可他不能说什么也没有看到 随行的人个个瞧了又瞧 尽管没有一个人看到那衣料 但他们却附和着皇帝 不住的说 哇非常漂亮 他们建议 用着华丽的衣料做成衣服 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游行大典上面穿 举行游行大典的前一天夜里 两个骗子一夜未眠 他们点着十六盏灯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们正赶着把皇帝的新装做完 他们装作把衣料从织机上取下来的样子 用大剪刀在空中剪裁着 然后拿着没有线的缝衣针 晒有介事的缝着 最后说道 瞧 皇帝的新装做好了 皇帝带着他最尊贵的骑士亲自来到那里 两个骗子朝天空各举一只手 就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似的 说道 哇 清极了 就像蜘蛛丝制成的 他穿上 还以为都没有穿一样呢 陛下 请您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吧 骗子说道 我们好为您在那面大镜子前面穿上新装 皇帝脱掉了他所有的衣服 骗子装作把一件刚缝好的新装给他穿上 并且说 这是有后居的长袍 大家都在不住的赞叹到 多好看的颜色 多好看的花式啊 这是再好看不过的衣服了 负责脱袍子后居的事成 用手在地上乱摸 摆出一副把后居托起的样子 而后慢慢的把手举在身前的空中 谁也不愿让别人看出 自己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得意洋洋的皇帝 从华丽的皇宫中走进游行队伍 大街上的窗户中探出不少脑袋 他们也煞有介事的对皇帝的新装赞不绝口 没有一个人肯在别人面前说他什么也看不到 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不称职或者愚蠢的人了 忽然有一个小孩说道 嗯 可是皇帝真的什么也没有穿呀 小孩快闭嘴 千万别说话 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起来说 小孩说的是对的 皇帝确实什么都没有穿 最后所有人都喊了起来 皇帝什么也没有穿 皇帝有点沮丧了 毕竟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确什么也没有穿 可是他又想到 我必须得把游行大典进行完 于是他装作更高傲的样子 宫廷侍臣也把那并不存在的袍子后居 拖得更高了